柯文哲 郭台銘 雙母雞起跑 要共同來搶攻國會席次 目前民進黨大佬沈富雄卻唱衰 形容兩個人合作 就像是兵炭同志一鍋 不可思議 台灣民眾黨部分區名單 5號開放海選 柯主席喊話 歡迎郭董來報名 強調用人為才 但郭柯和真的沒問題嗎 同穿白襯衫拍宣傳照 共同站台 但前民進黨大佬沈富雄形容 可不可郭董就像兵炭同鍋 兩者合作不可思議 雙母雞當不成恐怕是雙投火車 雙邊所強調的意識形態 或者是他們支持者的態樣 其實都有很大的一個差異性 那這就好像是 他們雖然都沒有搭到 藍的電梯跟綠的電梯 搭到中間這台電梯 可是雙方對於要搭到哪些樓層 不一定是有共識的 到最後呢 很可能會輪於表面上的合作 但是會不會各吹各的掉 莫綠碰上正藍軍政治光譜兩極 難以取得最大公約數 但有名嘴認為 這就是民眾黨打得如意算盤 郭柯兩個人的個性特質都很強 他還是可以吸引到郭粉跟柯粉 以及部分討厭藍綠的人 台灣民眾黨跟郭柯合體的基本盤 我們至少可以維持在兩成五的話 那他的這個國會席次或是政黨的 這個不分區的立委席次 至少也可以拿到五席以上 拉攏中間選民再接受藍綠 流失選票三邊討好不吃虧 柯文哲也保留彈性 創造雙方更多空間 比方說我們跟時代力量 百分之七十也是相同的 那你說跟郭董 就算沒有七十 也許講五十件 也是一百件五十件也是相同 那就是這樣嘛 相同的部分合作 不相同的部分 各幹各 2020科大軍需要郭振英兩草 郭選將責佔科批聲量 領頭陽先求互利互補 顏色立場擺一邊 追求雙贏機會 就按照台播動